今天您不能不知道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我国在今天新增了3.3万人染疫 而上周整体确诊数也较前一周增加了6.6% 毕业.5%的感染者也已经占了大约是八成 不少专家直言这个疫情还会持续两到三周才会降温 甚至在10月13号边境解封之后 单日确诊数又会小幅度的增加 不过指挥官王毕胜认为不会有暴增的情况 另外我国重复感染的个案 也不断地增加 有635个人是在30天之内二度确诊 指挥中心现在也放宽了重复感染的通报定义 只要距离前一次裁剪日14天以上到3个月之间 出现了新的症状或者是状况恶化 搭配删减阳性就算是重复感染 打的地方不可以了 一边排队打流感 一边等着打次世代新冠疫苗 人潮多到难以消化 我们连报到都没报到 10点的呢 已经9点半就来了 但不管怎么样都要达到 因为本土新冠疫情还在高原期 3号公布新增3.3万人确诊 上周的本土个案数还比前一周多了6.6% 最近一周感染B1.5变异株的个案占比 更是来到近8成 医师丑南超认为国门开放后 会让确诊数小幅度增加 但指挥中心依旧乐观看待 答案应该是不会暴增 境外一路占这个本土社区的这个病例 小于0.5% 而截至3号为止 五国一共有3万多例 重复感染个案 当中有635例 大约2.1%的人是在30天之内 两度确诊 指挥中心也决定放宽 重复感染定义改成14天以上 只要症状恶化 加上筛减阳性就算再一次确诊 如果是超过三个月 则不看CT值 只要筛减阳性经过 医师评估就算 但除了新冠疫情外 近期每周也都有八九十例感染流感 有小儿科医师特别解释 罹患流感一开始 会以全身性症状来表现 但如果是感染Omicron 初期会以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不过有医师之言 真的很难区分 流感症状出现比较快 心患声音沙哑的病人是比较多 症状要来区分这两种疾病 很难做到 鼻炎跟喉咙发炎 都是双重感的个案症状比较明显 没有说比较容易出现重症 由于流感快晒试剂准确度在七八成左右 目前还是需要靠医师临床判断 无法比较新冠 把试剂买回家筛检 民众还是得提高警觉